虽然他也是澳大利亚足球队队长 就是国家队长 而且他是SBS那种新闻主播 自己还写稿 还写了两本书 我买过他一本FORCE ON FOOTBALL 就是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我既能学英文 又是我感兴趣的足球 他分析了还头头是道 这哥们还很幽默 我就特别喜欢他这种类型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假王子 今天我见了Grey Foster 他是我的英语老师 我今天跟他聊的时候 我说你是英语老师 他笑死了 当时我15岁来澳大利亚的时候 澳大利亚也没什么可看的 因为我喜欢足球 当时连iPhone都没有 我就把他讲的话录下来 就录到MP3里面 然后回去听 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足球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评论 讲的那些东西特别的有意思 他分析足球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不是瞎分析的 第三他发音特别的好 虽然是他以前是澳大利亚足球队队长 就国家队 而且他是SBS那种新闻主播 自己还写稿 还写过两本书 我买过他一本FORCE ON FOOTBALL 就是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我既能学英文 又是我感兴趣的足球 他分析的还头头是道 这哥们还很幽默 我就特别喜欢他这种类型 而且他英文单词不简单 让我还学了一些很多新单词 所以我今天接了FORCE以后 我就在说 你是我英语老师你知道吗 他笑死了 他还跟我分享 他说我认识孙继海 我认识范之音 因为他们当时一起在水晶宫 他们当过队友 所以这就是我的偶像 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人 今天聊得特别开心 聊了很多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 FORCE这个人 为什么我很喜欢他说偶像呢 我第一次让他 我就不敢相信他已经踢足球的 因为在国内踢足球 不都没啥门话吗 他完全不是的 他这种足球运动员 变成一个这个新闻主播 不可想象的 你在国内有这种案例吗 就国内你最多就是变成一个 像范之忆 或者是解说球可以 但没有变新闻主播的 那么新闻主播是要很强的口才 这个演讲才华的 他完全没问题 而且他口齿非常的清晰 他也跟我讲 很多运动员他退了以后 没收入以后就敢bankrupt了 跟你帮我查看 我看了还有多少钱 露宿街头了 他不是 他从一个运动员结束以后 他变成了新闻主播 从新闻主播结束以后 他现在变成帮助什么 那些困难的 那些战争的孤儿 他帮助那些留学生 难民 非常好 非常了不起 关注于这个 区要的一些声音 一些落实群体 第三点 就是我参加这个聚会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保安 没有任何一个记者 也没有任何的 这种什么大腕 完全没有 我离他也就 也就一两米在聊天 就很轻松 他对这个话题 留学生的话题 难民的话题 包括澳大利亚最近出的事件 是想当下自己的观点 非常的合情 非常喜欢 我最后讲一点 我觉得Foss这个人 我和他有那么一点像 就是他讲话还是很直接的 很幽默 很直接 有热情 做他喜欢的事情 其实我在澳大利亚 偶像也没那么多 对吧 我老是讲Great Foster Great Foster 一个组织运动员 一个演说家 澳大利亚一个广播员 那今天就录到这儿 喜欢我是VBRT 没关注 下次再见 拜拜